江蘇寬山台商密度高 因此又被稱為小台北 其中供奉媽祖娘娘的 慧聚寺天后宫 更是不少台灣民眾的精神支柱 一旁的商業街也復刻了台灣街景 無論是店家招牌 或是小黃計程車 都成為打卡景點 台灣餐飲業者看準商機 賣起道地的台灣小吃 讓當地民眾有一秒鐘 到台灣的感覺 我們老師都說 要顏色鮮艷 你爸爸的時候 都跟媽祖娘娘說什麼 願望 還有呢 讓我平安的寫 這是一個活動 一個契機 就是說讓他了解一些 關於媽祖的一些形象 或者說他有一些什麼內涵含義 鮮艷色彩是孩子們 描繪出的媽祖形象 但對深耕在江蘇昆山的台商來說 這是強而有力的精神支柱 華東最大媽祖廟 惠聚寺天后宮 是鹿港龍山寺放大版 傳統木結構 店內鹿港式彩繪 充滿濃濃台灣味 八卦早景 如成像景星內縮交織 早成為昆山地標 媽祖是很多台灣民眾的精神技多 而昆山又被稱為掃台北 所以在商業街 無論是招牌擺設 都很有台灣的風格 讓你一秒穿越到台北 要有台灣市集FU 首先各種琳琅滿目的 KONBON映入眼簾 外加停在路邊的小黃 很有帶入感 寶島又一村 讓不少曾經保覽台灣風光的遊客 記憶點立刻連結 我感覺就是有一點 就縮小化還原的 有一點就是帶有台灣氣息的感覺 好多年前才去的台灣 然後感覺能夠重溫一下 感覺像故地重游一樣 有沒有哪一些招牌或是擺設 讓你覺得哇這就是台灣 汽車 還有吃的 娃娃街啊什麼的 來 坑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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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差五分錢可以嗎 好 謝謝 感謝 因為我剛好在打球 老闆Gimmy高分被造賣 在夜市長大的習以為常 到了昆山不減滿滿台市熱情 夏娥娃打蛋 鋪書菜零粉髒 標準SOP 卻讓頭一回嘗試的客人 感覺新奇 我帶不大名 看到你做的樣子 沒事也可以拍 也可以拍 熟練揮動鐵鏟 碰撞到鐵板發出的聲響 承載著韜客的期待 最後田葬畫龍點睛 吃的那叫香稠味 一秒回到台灣 有想念的時候就過來 來走一走 大陸這邊就是有一些 會濃郵赤醬這樣的 然後它就會比較這個 顏色會比較清新一些 昆山是台灣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附近也最多廠 那我覺得可以從這裡開始 讓更多人知道說 其實也有很地道的味道的台灣菜 跟台灣小吃 每一塊都是這麼漂亮 肥中帶油 經過千錘百煉的新鮮溫體豬 肉質更嫩 再以蜜製條粉醃製入味 排骨飯熱燒No.1 另外滷雞腿油亮油亮 個頭特別大 Gimi的便當 逐漸在昆山闖出名號 最高紀錄一天賣出300個 坐高鐵過來的 朋友說這裡很好吃 所以今天專門過來跑這邊吃 看了很多台灣人做的小吃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美食展會 我自己覺得很多東西都已經不是他原本的樣子 我秉著我從小在夜市長大做餐飲的一個初心 轉滑彈牙的油面加上肉燥和鮮甜砂湯 杜曉月早成為台灣南部小吃的代名詞 香噴噴的肉燥更是不可或缺的撒飯神器 我感覺他這個肉燥非常香 然後配上這個米飯 可以多吃兩碗了 那必須蓋三碗 因為沒有去過台灣 然後來到這裡 然後就是有一個吞吞想法 就非常想去台灣看一下 我們目前電影的別地話 其實本地的客人大概有六成到七成 很多人是沒有到過台灣的 所以他們會想要嘗試一些台灣的一些 街邊的一些景色 甚至一些什麼拜拜的一些文化這些 那進而他們也會想要了解一下台灣的飲食 放那個黑麻油刷去炒 台菜餐廳從台商出發 好味道持續朝不同客群拓展 經典三杯雞麻油打底和米酒大火收汁 肉塊上了糟糖色 來自大上南北的老饕 都難以克制夾上一塊的沖洞 它的味道很驚艷 它看上去的話 就比這些看得很有食欲 就顏色都很吸引我 就忍不住想去夾一塊先嚐一下 很香有一點焦焦的感覺 小吃都在哪裡最多 廟的旁邊 所以其實它是有這個一個元素在這邊 那可以幫我們聚集更多的人 你不用坐飛機都可以享受到台灣的一個氛圍 馬祖廟自帶流量人潮匯聚在此 連桑背景打拼的台灣業者 傳遞幸福滋味和家的氛圍 讓更多人從美食中 領略台灣風情 現在是有這個氛圍